MISS,這件衣服很適合你 是,挺好的 MISS,你的裙子穿得很漂亮 Diana? 你好 你好,黃嘉嵐? 這麼巧? 對,你的裙子穿得很好看 謝謝,有你的計劃就有半價 貨幣超值當然好 不過做人要是物有所值 人家出得起這個價錢 當然是對自己的服務很有自信 不過這份自信真是貴了一點 只是找一個Telis的客人 我真的擺了很多心機在營 才有今天的成績 一千二百萬對於你公子來說 絕對是一個信價 我是不是不應該知道這些東西呢 我明白的 我會當不知道,方便你做事 這裙子穿得很好看 其實我真的不肯賣了一件事 一群同事似乎都不想在公司換老闆 怎能跟生意談戀愛呢 他們的意願應該影響不到大局 我想你公子應該是在意 Vincent回來之後的變數 我的建議價錢應該不會維持得太久 好,麻煩你提他一聲 老師,對嗎? 沒理由買同一款衣服拿來做的 不好意思,我要你 也是的 我要他 謝謝,我回給你 不好意思,包起那位小姐要的 我會付錢 Diana,那怎麼行的? 明知穿得很不穿你的衣服 她來做什麼 何況那條線這麼低調 也不是我的風格 我待會送給新同事的見面禮 來吧 第一次膽大棋,先頂一點 放心吧,我會時刻提醒她 幸好有這個廉價老公 我只是為了興趣 陸直的興趣嘛 我不會令你失望的 馬上打領了一份工作 看來要一份嗎? 不行,勇少爺 我做公司的錢 你做公司的錢? 求俊叫我做的 連門搜索都給你看 那我這件事怎麼樣? 這件事不是Peter做的嗎? 是臨時工,就是通知走了 全部都好嗎? 是時候出發去李公主辦公室拍攝 本來買的東西上車就出發了 好,那我先走了 好,Diana,你也去? 李公主是重要的客戶 我要讓她知道 我們是多麼重視這個項目 黃家嵐,放著她 我? 好,可以走了 快點吧 走吧 看這份數字吧,一千二萬千值 邪惡俗心 你還說她和Diana沒事? 完美 好 六折 你和我一起去看看李公主來了嗎? 謝謝 謝謝 Mike 黃家嵐,麻煩你和我拿到車上 拿我的PDA上來 好 裘俊陪李公主已經上來了 李公主 Diana帶了一群人來幫你拍廣告 那你在隧道口的歌曲一定萬眾期待 是嗎? 李公主 陣家的廣告我保證你滿意 不過有一點問題想先徵求你的同意 我們去那邊慢慢談吧 不知道李公主何時有空 正式坐下來和我聊些細節吧 你先說什麼 一哥 謝謝 黃家嵐 黃家嵐,交給你們親自和李公主溝通了 李公主,你好 這位是… 你們不是認識的嗎?他不是… 他是誰? 李公主,不如我們再說那個廣告吧 我想不用了,我們集團的宣傳 全部都交給我們旗下的宣傳部 做藝術工作的 至於我們和你的二人合作 無非是想要你地水投一個廣告牌 我想你的同事都可以下班了 至於廣告牌的細節 我的助理會和你聊 李先生 Pita,你來對了 這案件你幫我跟著我,不好意思 你不是是誰? 是呀,我就是是誰 那你又是誰? 是誰? 我是黃家嵐 你到底請了什麼人回來的? 還不知道是什麼人? 別跟我說不知道 人是你們請回來的 連怎樣要請這樣的人都說不知道嗎? 那天早上放假 我從黃家嵐分離力度找到一張密碼 說同意請這個人的 我以為他確認了 我沒有出過一張密碼的 連請人這麼少的事都可以弄成這樣 我想人力資源部總監這個位置 我要重新考慮你是不是適合 這件事怎樣都要找人出來揹的 好呀,我揹的,我辭職吧 好呀,你說呀 你要回來,你說呀,你這麼來 我跟你說呀,你怎麼這麼來 謝謝… 不用客氣… 你怎麼說呀 總之我們這次是怪獵人的 對啊 怪獵人? 謝謝 老實說,我真的認為你這女人知道不少事 是 女武頭, 站住 Diana 我把衣服換成你的尺寸 我想不能忘記 還有點小盆帳, 我全部搞定了 公司的盆帳怎麼在你? 是求俊給我的嗎? 你別胡說話, 你是普通文員 我為什麼要給公司的盆帳你看? 那我就有權懷疑你企圖偷取公司機密文件 Diana, 需要什麼報警? 她馬上消失 謝謝 這麼多東西?你做了很久 不如帶鍋子回來煮麵吧 Anson, 還找到你 我們本來有件急事要找你 現在有另一件重急 我可以的, 等你做什麼事 好, 好 延先生 好… 延先生 是 延先生 Diana, 臉色不太好 好, 我留在那間房子要請那個人 回公了嗎? 我已經回公了, 不過剛剛解僱了 好 阿先生, 有什麼事? 對了, 延先生 這個人看了他職權以外的機密文件 原來黃家嵐是大老闆請回來的 你有他們什麼關係? 九成龍大一拿一樣 是大老闆前女友 這裡不是舊愛西洋所嗎? 是嗎? Vincent對他的態度也不像前女友 對了, 那太長老闆 他和延先生是痛苦而無兄妹 看來黃家嵐 真是Vincent派來的無間套 出來… 這張照片還用二點八點 延先生… 大家真不好意思 之前我走得太急 有些事還沒跟大家宣布 延先生 其實黃家嵐是我請回來 做營廣告社的企業策略顧問 之前我和阿祖提過的 不過他還沒和我確認 所有事情就已經走了去放假 一點賺人感都沒有 所以Diana, 你解僱他很適合 延先生, 企問就是負責什麼? 企問就是負責行政 這樣就不會有看機密文件的權限問題 延先生, 現在的情況之下 黃家嵐和Diana, 誰比較大 你不應該想哪個大哪個小 你可以想黃家嵐就是總公司 派來營的代表 一個橫一個直, 沒問題 那就錯了 那你就想兩條平衡線 沒問題, 是嗎? 是的… 真是陰差大神 大家繼續做事 我們做事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刻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頻道這個channel 就可以收睇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吧!